另外作为2019年联合国中文日系列庆祝活动之一 中国知名的书画家苏世书王灵旭作品展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多国常驻联合国外交官 以及当地华人华侨代表到场共享胜举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 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规划与协调司司长马雪松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文化参赞李立言等多国外交官 以及多位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地的业界和华侨代表出席开幕仪式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世书在致辞时表示 汉字博大精深记录着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的发展史 通过学习书法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推动国际间文化交流 就是中华文化汉末传承 通过我们一书一画书写汉字 把我们汉字的金文小传立书行书楷书用诗词的形式给它表现出来 中国国家民族画院院长王灵旭则表示 希望在联合国这个文化最多元和最包容的平台上 共同用书画蕴含的东方和和理念讲好中国故事 以中国的书画艺术以行动来坚定文化自信 积极地开展地位文化传播 展览由联合国中国书会 中国国家民族画院 中国文联国际联络部 以及中国书法家协会等联合举办 一共展出两位书画家的数十幅代表作品 富皇卫视 祖克勤 武警 纽约报道